有6千多位会员的中华市老人会 为了要让会员走出火花花烙热 第十三号基盘手机比赛 打过的豆油 让会员只能够挡脑 必须有四个总控发生 虽然他的年会比较大 行动较不变 但是只要走机会变 是一点都没问题 中华市老人会为了要让会员 有机会走出火花运动更新 除了第三位基盘投球比赛之外 今天也会让会员基盘手机赢表赛 打过这段话当 让会员可以让上联络 我们中华市老人会 这会一百万人办手机比赛 手机比赛是很好 促进我们中博 我们这个银法族 促进头脑 比较没犯着老人主胎症 有的人住在里面都没出来外面走一走 都犯着老人主胎症 我们中华市老人会的联络 中间差不多六千个的 我们每个月就在办比赛 这个月办成机比赛 后个月都求比赛 又过保连球比赛 我们这个老人 现在这个八十会以上 有一千六百多月 如果是九十会以上有两百万 我们这个中华市是一个中博 老人会最多的地方 请大家我们这些老人会 如果有时间来老人会会走一走 整理化为婉成姐表现 手机是一项真好的运动 真是向国内领带来运动 真是向国内领带来运动 行真好的活动 可以让这些小鱼赛 小鱼赛 以及我们所有家来的这些老人 广东可以用下棋来会友 那当然下棋本身也是我们的国粹 所以说我在这里 就用这个机会 非常均定我们中华市老人会 他本身广东是可以办很多公益活动 当然让我们的老人 有得到户外交流 可以每个人都身体健康 所以在这里可以再多 就用这个机会 给我们老人会做一个鼓励 当然也服用我们政府机关 包括管政府持工作 当然就是说中华市老人会 他本身他的经历性非常有限 大家广东来关心中华市的老人 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表现 台湾已经建立老人会社会 中华老人会比赛更多 中华老人会踏过基盘比赛 和会员可以给党头脚 影响一个快乐的人心 新中华新闻白银林中华 蔡宏博德 金正山先生